中国成功自主研制出磁浮列车3.0 掌握中速磁浮关键核心技术 时速200公里还能无人驾驶 中国磁浮列车领域的发展到底如何 先说点真实的 3月10号 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中车珠基党委书记 董事长周青在面对记者采访时透露 由中车珠基公司研制 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首列商用磁浮3.0列车 在同济大学高速磁浮试验上 完成了相关动态试验和系统连条连试 周青和表示 商用磁浮3.0列车成功研制 是落实三个高地四个使命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 同时也证明了 中国已经掌握了商用磁浮列车系统集成技术 与关键核心技术 拥有了不同类型的磁浮列车研制平台 培育了磁浮交通系统安全产业链 中国磁浮技术水平及产业发展保持在了世界前列 根据相关报道和资料可以了解到 相比于2.0版本的磁浮列车 3.0磁浮列车在磁浮关键核心技术 磁浮技术创新以及弯道通过速度上 都提升了15%左右 有句话说得好 直线给油谁都会 弯道快才是真的厉害 同时磁浮3.0列车还采用了很多创新性的技术尝试 首先商用磁浮3.0列车采用了抗干扰信号 传输效率快的5G高频段毫米波车地无线通讯技术 通过地面运行能够实现全自动无人驾驶 自从中国5G通讯技术取得世界领先后 为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其次 在线状态检测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能够实现对车辆 轨道 供电 运行控制等 多系统故障的自预测 自诊断 中国近年来不断在高新技术领域加大研发力度 如今磁浮列车就享受了高精尖技术带来的便利 不仅解放了人力 还提供了更加安全的故障检测措施 极大程度地加大了磁浮列车的安全性 当然 安全性的提升并不局限于常规状态 为了应对极端天气和特殊情况的发生 商用磁浮3.0列车在抗测风能力上提升了至少两个等级 在恶劣环境下 列车运行的适应性会更强 安全系数也会更高 当然 这并不代表我们在磁浮列车领域的研究 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确实 中国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中国中车科学家杨颖介绍道 目前商用磁浮3.0列车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例如 气密性的提升 气动外形的进一步优化 避免牵引力等技术的升级等 这些方面的进一步优化与提升 将使磁浮3.0列车能够更好地满足高速运行的需求 同时 商用磁浮3.0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在未来 磁浮列车将成为城市绿色智能交通的最佳方案之一 中国磁浮列车领域的研究确实走在世界的前列 对于这次磁浮3.0列车的相关事业完成 俄罗斯媒体也进行了发文报道 文章内容从世界磁浮列车发展的角度出发 认为中国在磁浮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使得中国磁浮在多个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文章内容显示 长期以来 磁浮列车一直使用电磁感应来产生能量 但一般来说 这种能量转移的方法效率只有20%至50% 但中国却出人意料地将电磁感应的能量转化效率 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92.4% 整整提高了2-3倍 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同时文章还指出了磁浮列车的一个缺点 因为是转换电磁感应的能量 所以磁浮列车系统在停止期间不会产生能量 这就需要在这期间由其他能源为车载设备供电 但是中国的新科技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针对磁浮列车停止运行期间无法产生能量的问题 来自中国青岛四方公司的中国工程师们 早就设计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法 那就是用一种类似于电磁炉工作的磁悬浮无线电源系统 这一系统在测试中表现了 在所有速度高达600千米每小时时 都显示出不断向磁悬浮传输超过170千瓦公寓的能量 并且在列车运行和停止时都同样有效 总的来说 世界磁浮列车的发展历程还不长 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 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相对来说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目前所遇到的问题都已经一一解决 并且能够稳定高效的使用 下一代的中国磁浮列车也将变得更加高效智能以及复杂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发展在初期都是充满争议的 在磁浮列车发展的历史当中 英国是最先开始此类研究的国家 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列车线路就是英国的博明汉国际机场 于1984年建成 这是从机场到火车站总长600米的磁浮列车路线 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使用过后 人们对磁浮列车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最终世界第一条磁浮列车路线废弃 改为了单轨列车 但这只是磁浮列车争议的开始 德国作为工业大国也早早地开始了磁浮列车的研制 并建成了一条试验线 2006年 这条磁浮列车试验线发生了脱轨事故 造成了25人死亡 4人重伤 这一事故再次影响了磁浮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 2022年的今天 德国目前仍然没有一条商用运营的磁浮线路 甚至在德国国内 磁浮列车已经成为了一种昂贵的高科 科技玩具 虽然磁浮列车存在一系列的争议 但其优点是有目共睹的 科研人员们知道磁浮列车的研发意味着什么 这很有可能会极大改善目前人们的出行方式 让出行变得更加快捷和安全 速度快 耗能低 还环保 完全符合未来人们的交通工具 只是目前发展还不成熟 长导磁浮列车可以达到400至500公里每小时 超导磁浮列车可以达到500至600公里每小时 如此高的速度 让磁浮列车在1000至1500公里之间的旅行距离中 拥有着比乘坐飞机更加优越的体验 由于靠电磁感应提供能量 没有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因素 磁浮列车比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速火车 耗能至少低30% 高速磁浮浮在全球的推广之路异常坎坷 磁浮列车如何在高速下保证安全性成为了一个难点 中国看中了磁浮列车未来的广阔发展 也发现了高速磁浮列车的困境 毅然决然地开始了中低速磁浮列车的研究与建设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日本 韩国等国家都开始将目光放在中低速磁浮列车的研究上 认为这才是目前磁浮列车最好的研发方向 中国因为当时综合国力还有待提高 在研发的道路上略慢于日本 韩国 但因为精准的方向把握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拥有中低速磁浮浮技术的国家 虽然如此 但是凭借着中国科研人员的不懈研究和努力 中国上海磁浮列车成为了世界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浮专线 这条磁浮列车专线从上海浦东龙阳路站到浦东国际机场 30多公里的路程仅需要8分钟 2014年 中国首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交通线路 长沙磁浮工程正式开工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拥有这种先进轨道交通运营技术的国家 同时长沙磁浮列车线路也成为了世界上最长的中低速磁浮运营线 这次中国磁浮3.0列车完成相关试验 是中国30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成功 经验加上创新的技术 才能让磁浮列车的应用更加普及 中国也成功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